为了控制疫情 全国宣布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台北市感染数有趋缓的现象 目前的状况也在控制范围 这全是靠民众自主封城 还有街上的店家自主停业 而商家生意都因为疫情受到了打击 市长柯文哲就坦言 如果再拖三个月 恐怕饿死的会比病死的还多 民众自主封城看见初步成效 台北市疫情暂时趋缓 医疗能量也慢慢稳定下来 北市府制定确诊者在家移出计划 一病患症状分级 有救护车专责防疫巴士 送到医院或集中检疫所安置 55岁以下阳性无症状者 居家隔离17天 如果现在的身体有状况 有中症或重症的话 不分年龄我们的目标都是医院 那在不分年龄的情况 只要有症状的话 我们都会透过防疫的计程车 移到把我们把你从家里接出来 送到目前中央提供给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55岁以下没有症状的话 目前中央的规定是同意他可以用居家隔离的方式 疫情严重度下降 但却很均匀分布在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市长柯文哲坦言 现在靠的是民众自主封城 一旦解封感染数立马飙升 忧心这样的状况撑不了多久 科文哲连续几天炮轰中央 依旧等不到疫苗 目前数量连前三类防疫人员都不够打 想达到70%群体免疫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近网路上流传一则 布立台北医院搭棚架救治病患的影片 让不少网友质疑 台湾的医疗量能不足 为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就召开记者会澄清 强调这是为了防疫的分仓分流管制 避免确诊病患进到医院里头 医师也解释了 这样做是为了让院内的病毒量降到最低 医院外头不少病患躺在病床上 医护人员穿着防护衣忙进忙出 外头还下着大雨 医疗环境令人堪忧 影片在网路间疯狂转传 网友说仿佛人间炼狱 至于台湾医疗量能真的足够吗 病人要进入急诊室以前 那我们会做一个快筛 那抗原阴性才可以进急诊 那么如果要住院 我们一律要PCR筛检阴性才能住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保护我们医院里面的病人 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 也保护我们的医疗资源 影片在网路发酵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赶紧炸开记者会澄清 强调权是为了检疫期间的分仓分流管制 而且也都在布立台北医院的院区内 并被外传在马路上 台北医院急诊科主任尤炳勋 也亲上火线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让院内病毒量降到最低 病患进入到医院之前的一个分仓分流的一个作业 所以他是在一个院区内 那要进入医院之前 他们所采取的一项医疗的措施 就怕确诊病患进到医院 造成院内大规模传染 CDC要求各医院在病人进入前都要快塞 等待区依照各医院空间规划 为了保护其他病患 也确保医护人员安全 在非常时期维持医疗量能 防疫期间不少假讯息在网路上流传 而刑事局也紧盯追查 发现有不少留言来自于境外 企图用夸张不识的言论干扰台湾防疫 面对假讯息乱象 总统蔡英文也利用直播发表谈话 呼吁国人要仔细查证 不要因为假讯息而自乱阵脚 总统蔡英文在推特发出 我们的第一批15万剂 莫德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已到达台湾 分享进口疫苗进度 但底下却有网友留言 台湾加油 活葬场家族马力 用台湾狗的尸体发电 2300具尸体 台湾肯定不缺电 夸张言论引起警方注意 经过调查发现 涉案的IP位置疑似来自境外 那留言是用字潜质 是使用大陆简体字 该讯息明显不实 而且极度夸大 刑事局调查发现 涉案IP来自境外 用字潜词使用大陆简体字 研判是有心人士 刻意张贴不实言论 企图混淆视听 日前也有网友 劝民众不要打这批疫苗 说疫苗储藏有问题 诸多乱象让总统蔡英文 也警觉事态严重 出面安定民心 有些只是单纯的误解 也有些是刻意的误导 这些讯息确实会干扰 防疫的有效执行 我已经要求相关单位 务必在第一个时间澄清 也请大家随时查证 蔡英文直播发表谈话 针对近期疫苗问题 亲上火线解释 呼吁国人团结抗疫 不要因为不实讯息 自乱阵脚 多方查证才是防疫上册 新冠疫情持续 许多医化便民作业模式 也陆续的被开发出来 像是台北市从去年开始的 国小新生线上报道系统 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延续 从6月5号到20号 家长只要扫描入学通知单 就可以顺利的办理报道手续 虽然三级警戒尚未结束 学生无法恢复正常的上学 但台北市教育局提醒国小新生与家长 从6月5号开始就可以线上办理报道手续 家长扫描我们入学通知单上的QR Code 那基本上就可以从线上进行新生报道 今年因为疫情严峻 为了避免家长亲自到校容易造成群聚 因此家长只要在6月5号到20号新生报道期间 扫描入学通知单 就可以顺利完成作业 您的身份证字号等资料 那进行相关的学生基本资料的一个填写 那很快速的部分就可以完成报道作业 教育局在2020年首度采用线上报道系统 获得许多家长的好评 今年因为三级警戒持续进行 让线上报道延续办理 学校也不用多安排人力输入资料 除了落实防疫 也大大提升辩明性与极致性 记得长得花采访报道 台湾新冠肺炎病例暴增 双倍医院量人吃紧 也让医护人员承受极大的身心压力 旧知名的火锅业者发起送暖活动 捐赠300份的午餐 要给台北市联合医院的人爱院区 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工作人员忙着备料 将鲜虾 肉片 冻豆腐跟各式蔬菜 一一放入贴有为防疫天使加油打气小字条的丸里 再加入浓郁美味汤汁 一锅锅香喷喷的个人小火锅 就这样热吞吞出炉 互相加油打气 那尽量大家都是很善良很正面 台湾其实很特别的一个文化 我们把这个台湾特有的文化 跟这种民间的风气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是可以从我们这个小小的个人做起 响应政府防疫 火锅业者就推出外带买衣送衣 缔造销售夹击 而随着疫情猛烈增温 在前线防疫的警销和医护人员工作量瞬间倍增 为了帮他们加油打气 业者在台北市议员王兴怡跟里长牵线之下 捐出300份餐点送给一线医护 第一线医护人员尤其是负责快菜干的部分 那因为天气非常的严热啦 对 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空调的需求 在外面很热 然后也吃一下饭这样子 那所以在体力下吗 各方面都是蛮大的一个负荷 每年集团高达这个三到五成的获利 会拿出来做公益 跟增加这个同仁的福利啊 奖励这些 十几天的疫情当中 我们就是一清一一来想 每天都在想 每天不夸张 每天都在想如何 帮助社会跟这个照顾同仁这样 那这一次很谢谢 大家那个医务人员的帮忙 大家都很辛苦 感谢第一线的无名英雄 日以继业坚守岗位 活过业者希望在疫情紧张期间 将新意转化成防疫持续前进的动力 也呼吁民众朋友务必配合 以实际行动支持每一位 用生命守护大家的医护人员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 九十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 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你愿意爱她 保护她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她生重病 你愿意让她一辈子 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 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警察身处防疫的第一线 要随时留意 八大行业是否营业 以及稽查民众是否有戴上口罩 并劝导不要群聚 而新北市淡水警分局 在上个月的28号 一天内就将所有辖区 三支以及淡水的外勤远警 共128剂的疫苗 全数施打完毕 全国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全国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警察身处在防疫的第一线 除了打击犯罪 与维持交通之外 更要随时留意八大行业是否营业 稽查未戴口罩 劝导不要群聚 以及协助疫苗等工作 但是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病毒 日前新北市淡水警分局 在上个月28号 将所有辖区内三支与淡水的外勤人员 总共128剂的疫苗 全数施打完毕 那在这防疫期间 严谨当负了很多防疫的一个重担 那尤其在执行过程当中 会近距离的接触民众 让自身暴露在看不见的病毒 为了要提升严谨的一个防护能力 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医护人员 到我们分局这边来帮我们的外勤援警 来施打那个疫苗 但水警分局表示 疫情升温以来 面对未戴口罩或者是八大行业 这些不特定的民众取缔当下 并不清楚对方是否染疫 分局的基层援警 虽然佩戴口罩手套与护目镜 但是防疫效果毕竟无法达到万全 难免会增加染疫风险 在打过疫苗之后 除了保护自身健康之外 也可以避免传染给他人 我们在这边也要谢谢 我们淡水卫生所 还有我们三支卫生所 在这个一个疫情 这么严峻的一个期间 来帮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来施打这128剂的一个疫苗 我们在这边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替我们的一个付出 也让我们的严谨 面对民众多一份安全 目前大概有128位的严谨 有施打第四的疫苗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防疫的期间 也请大家落实 戴口罩 请洗手 请分局表示在防疫期间 远景肩负着很多的防疫重担 执勤过程中会近距离的接触民众 让自身曝落在高风险的染疫当中 而这一波疫苗 虚打对象已派出所 交通分队及侦察队外勤远景为主 希望提供他们多一层保护 可以安心的工作 记者许多音 电视采访报道 为了加强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新北市政府6月1号 在淡水区的油车里活动中心 成立了热区防疫中心 启动强化三级防疫措施 局长就表示 热区防疫中心作为整合平台 结合清洁队警分局 还有里长跟志工等人员 定期环境清销 宣导避免群聚 彻底的执行防疫工作 为了加强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新北市政府在6月1号 于淡水区油车里活动中心 成立了热区防疫中心 启动强化三级的防疫措施 进行全面大清销高频率的巡逻 热区关怀及强化防疫宣导 等五大措施 而局长表示 热区防疫中心作为整合平台 结合了清洁队警分局 里长志工等人员 定期环境清销 避免群聚宣导 彻底执行防疫工作 热区防疫中心最主要是 它作为一个平台 统合包括我们的淡水分局 清洁队 卫生所包括我们各里的里长 大家一起在这个区域里面 来做好相关的这些防疫作为 那另外的话 我们也动员了这样这五个里的里长 带领他们的志工 就他们区域那边的包括餐厅 包括人潮聚集的地方 来做相关的宣导防疫的宣导 区长表示热区防疫中心分成秘书组 警政环保宣传及作业组 针对本区的五个里包括了油车 大庄沙伦坎顶以及文化五个里 进行三天升级实战演练 落实八大执行措施 对此警分局也针对人潮较容易聚集的地方 加强巡逻 用警笛及车内广播设备进行劝导 安全的部分 分局这边也针对五个里的相关的 这都会有巡逻路线 来一方面巡逻安全 一方面避免群聚 再来就是检视那些不该开的行业 要做停业 就包括这八大行业 包括这些捉娃娃机等等 那当然另外清洁队 会针对这五个里的部分 再一次的加强清销 这一等等的作为 就是说希望在这五个防疫热区里面 我们来彻底的做好这些防疫的工作 来避免再有这个疫情扩大 区长表示针对热区防疫作为 有停举所有的聚会活动 市场加强人流管制 保持安全距离 走动式宣导高频率的巡逻 还有热区范围全面大清销 非必要场所暂停营业 而户外回家都戴口罩 减少采买的次数 区长也强调淡水的疫情有稳住 请大家不要惊慌 只要遵守防疫规定 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 一定能够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记者许多安音淡水采访报导 泰山热区防疫中心6月1号 在三角活动中心成立热区范围 涵盖了七个里 影响人数约有三万六千七百多人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将会严格管控 以及加强各项的防疫措施 这段期间也请相亲务必配合 这一次主要的一个任务是 会来针对清销 巡逻 以及宣传来进行加强 那我们也成立了各个组别 动员了警政 环保 卫生 以及我们公所所得的一个人力 以及我们理办公处 那这一次有七个里 来一起来参与 泰山热区防疫中心成立后 启动为期三天的 强化三级防疫措施 在七个里进行人流管制 全面大清销 高频率巡逻 热区关怀 以及强化防疫宣导等措施 那希望说在这段期间 我们来加强宣传 让大家能够保持距离 能够戴口罩 回家以及购物的时候 都能够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 再一次呼吁我们所有的 乡亲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能够来把防疫做得更好 林清锋区长强调 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将会严格管控 及加强各项防疫措施 这段期间也请相亲 务必配合 共同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记者胡宣泰山采访报道 本土疫情延烧 防疫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 汐止区的长青里茶叶蛋 小有名气 这次也做了几千颗的茶叶蛋 要送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除了消防队派出所 还有疫情期间的清洁人员 自从本土疫情爆发 汐止清洁队就展开 一轮又一轮的环境消毒工作 而汐止热区防疫中心一成立 针对热区更是排定了 每天都要消毒简直忙翻了 所以长青里长特地送来茶叶蛋 要感谢辛苦的清洁队员 那防疫期间 因为各个单位都很辛苦 包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都很辛苦 那我们现在持续在做蛋 那一旦供应的适度来 我们都在慰问第一线防疫人员 防疫期间 那现在大家同仁都非常忙 那也很谢谢里长 那还有一些各界的一些 一些爱心的一些人士 那会都会捐赠一些物资 来鼓励一些同仁 那很谢谢大家 本土疫情严峻 大家忙着防疫 长青里长陈建新 在忙着里内消毒防疫的同时 这阵子卤茶叶蛋的手也没闲着 结合各界的爱心 要将一颗颗的茶叶蛋 送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包括消防队派出所等等 因为我们这次疫情 上个礼拜我们送了长青消防分队 还有卫生所 还有工所 那今天我们可能先排清洁队 还有排出所 那我们持续性会一直在麻烦大家 因为慰劳他们的辛苦 他们确实是很辛劳的 那我们会其实供应 然后我希望供应的比上一点还要多 上一年我们供应的六千多颗 我们希望更多一点 然后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怀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他们的辛苦 去年疫情期间 送了六千颗的茶叶蛋 给医护 警消 清洁队等防疫人员 今年疫情更严峻 里长说数量只会多 不会少 小小心翼要温暖辛苦 防疫人员的心 解决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 车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已等就对啦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一致车辆就对啦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 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驾驶 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 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居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双西区公有零售市场是在地人或是平息 供疗居民重要的蔬果肉品补给站 尤其以双西黑毛猪最有名 考量周末常有跨区的民众前来买猪肉 可能会有散播病毒的风险 为此特别加强了单一出入口的防疫管制 双西区的市场为配合民众作息通常早上6点开市 一直到中午12点休市而因为双西本地的黑毛猪肉相当有名 许多民众一早就会来排队购买 曾有民众向公所检举有人采买时为佩戴好口罩 在周末时更常有台北市基隆的客人前来购买 因此公所加强巡视 也向现场民众与摊商宣导 应配合防疫做好实联制管控 有鉴于近期其他的区 传统市场有发生疫情感染的次元项 因为本区的肉品及食蔬品质良好 一早就会有大批的民众前来采购 本所本日会同市场管理处及瑞旺分局 到我们双溪综合市场来实施殖民治及量测体温的查核跟宣导 新北市府几天下来 统计确诊者足迹有七八成都集中于各区市场 因此双溪区公所28日早上6点就西警员前来查气 并提醒消费者应尽量一次买其物资 避免一周内多次前来 而双溪市场的出入口管制也相当严格 原本四个出入口封闭了三处 包括市场内或马路边的摊商都要有量体温实联制的措施 现在我们的市场已经保留 唯一的出入口是在大门 只有大门进出 我们要做实名制的登记跟体温量测 如果没有进到市场里面 我们外面也有量体温的机器跟消毒 还有实名制登记 一例都采用外带的 没有在这边使用 采用外带以后 业绩差不多掉了八成左右 这个时间大家尽量避免群聚 自24日起 新北市严格禁止内用后 虽然是炎炎夏日 在骑楼排队吃刺冰的景象不复以往 在地居民也大多选择在家煮饭比较安心 少数排队购买的民众 市场也安排间隔距离 更将内用区彻底封起 希望民众多多配合 不要在市场久呆保障彼此健康安全 记者超文双溪采访报导 这几天公布新冠肺炎确诊足迹 发现占比最高区域就是市场还有卖场 为了加强防疫工作 金山第一公有市场 从6月1号开始宣布防疫新措施 控管人流上线 最高只能有50个人次 新措施上路 区长还有分局长也到市场内视察 关心实施的流畅度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近来几天公布确诊者足迹 发现占比最高的区域 就是市级卖场等空间 为了加强防疫的工作 金山第一公有市场 在6月1日起也宣布防疫的新措施 控管人流的上线 同一时间最高只能有50人次入场 新的措施上路的第一天 区长与分局长一早就到市场内 来视察关心人流管制措施的流畅程度 从6月1号起 金山区的传统市场会采人流管制 每次区域内只会放行 50名的消费者入场 然后一进一出 所以有消费者出来 我们发放号码牌 他将号码牌归还之后 然后进行消毒 才会交给下一位消费者 再进入市场里面进行消费 来到公有市场门口 再采取单一出入口的入口处 先有人流管制人员取得号码牌后 再进入下一关时连制登记 可以见到市场内人流分散 也少见到难以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情形 另外若是尖峰时段 人数达到上线 公所与市集还贴心的 在门口处留下市场内摊商的电话 民众可以打电话请摊商打包 想要买的商品送到门口 不用进到市场就可以买到所需的食材 就是说如果有些消费者比较赶时间 无法在等待的情况下 我们都有在市场门口 张贴所有摊商的联络方式 他可以直接联络摊商 将他所需的物品 直接打包送到市场门口进行外带 这样子可以做到 落实人流管制 实名制 那也可以让消费行为比较阻塞 也不会有人潮积极的现象 此外针对难以控管人潮分散 执行食联制的摊贩 则是采取无法配合防疫措施 就要求停业的政策 经过劝达不听 也将会进行开阀 区公所也期待防疫期间 大家要齐心对抗 共同也是唯一的敌人 新冠肺炎 让疫情控制度过危机 也让生活能够恢复以往的平静 记者要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本土疫情升温 许多确诊足迹都到过传统市场 也因此成了防疫破口 而系纸也有不少市场 其中金融及中正老街市场 外面的摊商 如何管理落实防疫 也成了一大问题 因此系纸区长 还有警分局长 以及里长就到了现场勘查 也决定封闭出入口 来管制市场的人数 平常时间市场的采买人数还是不少 不过到了假日人更多 尤其现在许多确诊足迹 很多都是到过传统市场 在本土疫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如何防堵 一号上午系纸区长及警分局长 就分别到了系纸区最多人的金融 及中正市场看看现场的状况 目前公有市场问题不大 倒是外面摊商比较难管理 再加上采买的人一多容易造成群聚 首先就决定摊位都要退到红线外 道路中间禁止涉摊 让出更多的空间 传统市场 那在这次的防疫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所以我们开始要求 我们在我们的传统市场里面 大家要一次买足 那不要逗留 那当我们也 这边也开始 在整个市场 我们同时也来做整顿 要求摊商 那个在摆摊的时候 那个不可以超出红线 那我们也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规划来执行 契机车来禁止进入 一个礼拜两天 还是一直不敢出来 就没办法没菜 还是要出来 赶快买赶快回家 快买快闪这还不够 每天都到市场把关的金融里长 陈美丽说 六日出门买菜的人 真的还是很多 而西子区公所也担心市场 成了防疫破口 所以决定中正老街 及金融市场外滩的这条路 六日早上 七机车不得进入 另外出路口 也会封起来管制人流 也金融市场外滩 这条民族六街头尾 买菜早上时间 要控制在四百人 多的话就禁止再进入 所以里长也呼吁 平常日买菜 不要都急在六日 能够呼吁大家 六日不要来买菜 那平日来买 六日人真的相当多 那就变成一个群聚 也是感染最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我呼吁大家 六日不要来 那现在呢 就是在重要的 就是出入口 比方做一个 就是不要让汽车 跟机车能够进入 把人管制好 尽量在二三四五 进来做采买 减少六日 这样一个人潮拥挤的时候 在人流管制的部分 我们在中正市场的外滩 跟金融市场的外滩之边 那我们原则上是五个的 那个进出口的管制 那我们现场我们会有 同仁跟警力 这样子一个部署 那原则上 我们会针对每个入口 我们会来计算进场的人数 那那个如果说超出的话 我们就会 那个请民众 那个稍微等一下 那个等有民众离开了之后 那后续的民众才可以再继续 进到我们菜市场来买菜 中正市场外滩的这条路 算算面积及人流 将控制在七百人 一样会在出入口 及中间比较大条的巷子 会有人管制 掌控进场人数 避免病毒扩散 这层慧玲 细致猜报报道 防疫不分你我 新北市行星店行道会 以及新希望基金会 合力捐赠 一千一百二十件的隔离衣 以及一千零二十件的防护衣 给新北市消防局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希望能让防疫第一线的 消防人员 可以放心安全的执勤 因应严峻疫情 全国持续三级警戒状态 医护和警销人员的勤务大增 尤其负责要后送 确诊者的消防单位 更是辛苦 每次出勤 都要穿戴防护衣等装备 这也让防护衣 隔离衣等防疫物资 消耗得相当快 新店行道会 以及新希望基金会 为了让站在前线 守护民众安全的消防人员 可以安心守护民众安全 捐赠了一千一百二十件 隔离衣 以及一千零二十件 防护衣 给新北市消防局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我们的消防人员 他们真的在第一线 非常的辛苦 去面临到 每一次去面临到 都是确诊者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的防护衣 跟这个 我们是各一千多件的 希望能够帮助一点点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 我们的同仁很辛苦 大家都住在新店 希望让新店变成是一个 更美丽更安全的地方 这次的捐赠 是由新北市议员金中玉 以及新店在地连锁饭店 董事长叶永良 牵线促成 希望能给予 消防人员最大的支持力量 新北市消防局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长 高宗奇指出 疫情爆发后 防疫分队 每日消耗的防护衣 都近百件 所以非常感谢 新店行道会 以及新希望基金会的捐赠 每一趟回来都需要换掉 所以我们一天 大概有100件的耗损 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捐赠 真的是算是及时雨 补上我们现在 看起来快要库存 快要短缺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那捐赠进来 可以让同仁更有信心 来扶寻 来守护我们市民的安全 当那么大的销量 没有供应下来的话 他没办法后送 所有的确诊者 这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共襄胜举 能够多给我们需要的 尤其我们消防队 占第一线的 我们绝对要支持他 要给他很大的力量 新电行道会牧师张光伟强调 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哪里去 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 疫情爆发后 让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透过这些防护补给的捐赠 让在前线的消防人员 可以放心安全的执情 也期盼赶紧度过这波艰困疫情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体恤防疫的医护人员 忙着没时间吃饭 就有餐饮业者 提供热腾腾的爱心 到疗养院 希望让辛苦的医护人员 随时也可以享用美食 而业者也说到 肚子饿的事情 交由他们来扛就可以了 中午时间还没到 餐饮业者已经将 热腾腾的爱心便当 送到了这间疗养院 希望让忙着没空吃饭的 第一线防疫医护人员 随时都可以享用到美食 因为这样有好的体力 才能够守护民众健康 而业者也说到 肚子饿的事情 交由他们来扛就可以了 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餐馆 然后希望医护的肚子饿的事 我们来扛就好 所以一定要支持他们 感谢我们的米炭火烧肉 小酒馆 捐赠我们这么营养丰富的便当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防疫工作 做到最棒最好 守护我们的南新庄 甚至医护人员的辛劳 尤其看到业者在疫情期间 无视的奉献 新北市医员蔡建航 也亲自到场可以肯定 同时为这群防疫的医护人员 加油打气 肯定我们的医护人员跟志工 对我们市民所做的奉献 厌方则颁发感谢状 感谢这对诚信夫妇的热心便当 相信在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之下 对所有一线防疫人员 就是最好的精神鼓励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小偷 拔开眼睛 来看 毛巾 你不喜欢你 洗手 喂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测值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 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 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说放你那就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 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 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来 输用楼肺一定要随时注意 压修人与火时的压借 建议栓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 起火功能的炉气 要酸点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 输用楼肺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散楼 不要注意楼子的清潔和保佑 平溪区因为景点多 虚公所虽然将多处的瀑布景点都封闭了 但依然有游客硬闯 28号平溪区长和平溪分住所的远景 一同来到辉瑶瀑布查契 正巧遇到两位的外国游客前来 特别向他们警示 景点已经封闭 不要误闯以免受罚 平溪区是目前双北市 少数没有新冠肺炎病例的地区 在疫情严峻时期 观光业几乎每客人而垫修 竹巢的候鸟比老街行人还多 全区仿佛回到淳朴的农村氛围 然而气温升高 有些都市游客想到来郊区的瀑布消暑 封闭后的第一周就有游客闯入警戒线 来到辉瑶瀑布细水 平溪区公所除了劝离之外 也加强警戒线的榜射 希望民众不要再侥幸硬闯 平溪区这边针对四个大瀑布 十分瀑布那边已经有四府管理局 那边已经先行封闭 那剩余的麟角 旺谷 辉瑶瀑布呢 这是比较属于郊区的瀑布 在疫情之前也很多民众喜欢来 那为了因应疫情延续呢 我们在这三个瀑布的出入口呢 都分别加强封闭的动作 以防玩水的民众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 那防止这个疫情的扩散 为了防堵疫情破口 平溪区公所天天都会吸警员前来巡视 28日当天也遇上两位刚好要来挥瑶瀑布的民众 区长特别向他们警示劝离 以免受罚 目前临角瀑布入口 旺谷关瀑布道也被封起 更有许多蜘蛛丝毫无人机 而包括五分山 孝子山群 东市隔越岭布道 平湖东西 及番子坑布道等 也贴上警示封闭 请游客避免外出 平溪区实施一个面积广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有很多的一个山林 以及登山步道 那有很多游客的部分 就是觉得说这边是一个秘境 所以都跑到这边来 那我们跟随时跟瑞芳分局 甚至我们分数所所长 随时都会来加强巡逻 来看看有没有游客 没有所规定来戴口罩的部分 那针对那个比较山上的一个凉亭的部分 我们是全面把它加以封锁 不希望是说游客在凉亭这边聚集 到时候产生一个防疫的风险 平溪区公所28日 来到平湖森林游乐区巡视 不仅将步道凉亭封起 减少群聚外 也针对游乐区内休旅车旁 泡茶聊天的民众做劝导 一旦待在户外超过10人以上 并且未佩戴好口罩 将开发驱离 请民众误在周末计划来平溪旅游 乖乖在家才能保护彼此健康 记者刹号文评细采访报道 全国进入停课状态 为了让学生停课不停学 几乎每所学校都有线上教学课程 针对幼儿教育教育部和教育局 其实并没有要求学校要规划远距课程 但万里国小妇幼教师们 自动推出线上课程 要让孩子们透过影片 与父母一起学习互动 让亲子感情更加加温 疫情严峻 全国进入停课的状态 为了让学生停课不停学 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有线上教学课程 不过对于幼儿教育的区块 教育部与教育局并没有要求 学校要规划远距课程 而万里国小妇幼的教师们 自动推出了停课不停学的线上课程 拍教学影片上传YouTube 每天上午9点准时上片 也宣告万小妇幼的线上频道正式开台 停课我们已经知道至少要持续一个月以上 那这个对于所有学习阶段的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不管是在国高中或者是国小 那对于幼稚园的孩子更是如此 所以呢老师们在会议里面提出说 担心将来小朋友在复学之后 对学校所产生的陌生跟焦虑感这件事情 让我们相当的重视 那虽然市府并没有规定幼稚园的老师 一定要做实际的线上授课 但是我还是很感谢老师们愿意主动的来做这件事情 熟悉的老师熟悉的教室场景 让孩子们在观看教学影片时充满着熟悉感 仿佛就是在教室里面上课一般的神力奇境 而推出远距教学的第二天 不少学童的家长都给予正向的回馈 感谢老师们用心拍片 让亲师生即便是在防疫期间 依旧是可以线上互动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时间上允许 就是时间上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间 去做学习 那在这个对家长来讲 其实是非常实际有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在影片里有看到老师 所以呢 就是孩子们会特别的专注 在学习上面 然后就会特别的专心 老师们也实际利用上课的场地 跟实际教学的内容 完全的复刻了 这些学校上课的整个的模式 让孩子们生力起劲 那将来呢 在复学之后呢 这些陌生跟熟悉感呢 一定要不容易会有中断的一个状况 万小富佑的影片课程内容 并没有分年龄层 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学习互动 而线上的影片 每一位家长都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空闲时间 来弹性观看 万里国小富佑也期待透过停课不停学的线上影片 要让孩子们不会因为防疫假离开校园太久 就忘记了对校园生活与环境的熟悉感 也可以透过影片与父母一起学习互动 让亲子感情更加稳 记者邀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 领口高中今年的毕业典礼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6月1号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 并以意图为主题 祝福同学都能展翅高飞时间梦想 同时也带着学弟妹与师长们的祝福 迈向下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凤凰花开之际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领口高中今年原本让高三的同学 能与学校共同规划一场 动人心魄的毕业典礼 但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学校因此紧急召开会议 一日以线上直播方式举行 带给毕业生们一场简单 却温馨隆重的毕业典礼 学务处配合我们图书馆的资讯组 还有我们的教务处的设备组 我们共同利用设备 跟利用YouTube的方式 在6月1号早上9点来直播 毕业典礼以意图为主题 象征高中的旅程就像一站一站的列车 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 而到终点站时 虽一一不舍人就需要下车 迈向人生的下段旅途 祝福同学都能够展翅高飞 实践梦想 今年第一次采取这样的方式 虽然是不得已 但是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也带给我们的毕业生 跟所有的家长都能够一起来共同 回忆我们三年以来的这样子的生活 透过YouTube线上直播媒介 在家就可以观赏林口高中第19届毕业典礼 如之前主任表示 这一届的孩子们即便处于疫情严峻的环境中 能仍在心中留下一段美好且温暖的回忆 同时带着学弟妹与市长们满满的祝福 迈向下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响应新北好团结 与您携手走过疫情难关 新北市金兰爱新关怀协会表示 因为见到辅大医院的快筛医护人员 在炎热的温度下依然坚守岗位 因此订购了冰凉好喝的饮料 要让医护人员可以消暑捷克 也借此感谢防疫英雄的付出 箱子里面装满了电源所调制好的饮料 业者正忙着准备外送 这可不是公司行号宅配订购要喝的 原来是新北市金兰爱新关怀协会 对站在第一线辛苦防疫的辅大医护人员 提供最实质的未免之一 因为现在疫情严重 福大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所以我们新北市金兰爱新关怀协会 准备了一些饮料 要送给他们 慰绕他们 医护人员的辛苦 天气又炎热 所以我们就送了一些饮料 来鼓励他们 勉励他们的辛苦 希望我们社会大众也能够注意自己的安全 详音新北好团结 与你携手走过疫情难关 金兰会表示 因为见到辅大医院快塞医护人员 在炎热的温度下 仍旧坚守岗位守护民众的健康 因此金兰会直掏药包 像这家知名的饮料店 订购红茶及珍珠奶茶等冰凉好喝的饮料 希望让医护人员能够消暑解渴 然而看到金兰会的爱新疫局也感动了店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为了为了这些医护人员这样的用心 这样非常的谢谢他们 金兰会表示 从5月31号起到6月11号共计舌天 每天早上11点半 由店家将饮料送到福大医院 借此感谢防疫英雄为民健康所付出的辛劳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 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